川普又来了 又focus到川普 川普似乎是又来乱了 但是他必须要出庭 那这一阵子呢 由于美国处理以哈之间的嫌隙 那么拜登呢 谨守对于以色列呢 还是力挺支持的态度 只是呼吁他们能暂时性的 为人道危机暂时停火 引起美国很多声援巴勒斯坦 百姓的群众不满 让川普的竞选声势呢 现在下跌 而让拜登的竞选声势下跌 而川普在某些州呢 甚至以目前的民调是超越了拜登 那么这使得川普好像得到新的底气 他这次是因为涉嫌服报房地产价 换取银行贷款 因此诈欺罪出庭 他出庭的时候采取不合作态度 在庭上不回答检方提问 另外呢 把法庭当作造势的舞台 他大声呛法官和检察官 说他们都是民主党员 法官警告他收敛 否则将他赶下证人席 一般认为川普被定罪的几率很高 而纽约州的检察长 求储川普超过两亿美金的罚款 吊销纽约房产经营执照 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川普的地产亡国将会全面崩溃 美国前总统川普涉嫌浮报房地产价值 以取得银行贷款 遭纽约州检察长以民事诈欺罪起诉 6日川普出庭作证 采不合作态度 在庭上不但不回答检方提问 还把法庭当成竞选造势场合 批评法官和检察官是民主党员 对他进行猎污 法官对川普的律师提出警告 如果委托人不好好回答问题 把法庭当成政治造势 他就要把他赶下证人席 检方供房的焦点是要证明 川普在清楚房地产实际价值的情况下 同意福报财产 像是2016年财报中显示 纽约川普大楼的价值为3.27亿美金 但隔年房价就下跌超过2亿 川普坦承纽约大楼房价被高估 但他变称其他房产被低估 像是佛州的海湖庄园 川普表示所有集团的财报 全交由助理和会计公司处理 自己只是偶尔过目 给点建议而已 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 向法官求储川普2.5亿美金的罚款 并吊销他在纽约州 经营房地产的执照 川普无旦败诉 他在纽约的地产生意将全面崩毁 法界人士认为就目前的证据 还有川普惹恶法官等不利的条件 几乎可以确定他摆诉 川普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干脆把法庭当成造势场合 号召他的支持者 除了川普本人和集团 三名涉足家族房地产事业的成年子女 小唐纳川普 伊凡卡和艾瑞克 也都一并被起诉 近日他们也陆续到法庭作证 口径与父亲川普一致 川普担任总统期间 将事业全交由两个儿子打理 长子小唐纳川普 原本掌管高尔富球俱乐部 现在则是集团实职领导人 女儿伊凡卡已经退出家族事业 川普还有多起联邦法官司缠身 而且证据都对他不利 如今唯一可脱身的方式 就是当选总统 所有官司就可以暂停进行 民事赔偿官司除外 目前川普在六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度 五个州赢过总统拜登 不过纽约时报做的一项民调显示 如果川普被定罪 他原本领先的州将全数翻盘 换拜登领先九个百分点 看来法律还是选民信众的一把尺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